Hooker 2号位的进攻 连续没有能够下分 看一下张昌宁反击 我们现在主攻确实 从这个4号位打到2号位 还得会打6号位 其实江苏女排在主场迎战天津的两边 今年的第一次交锋当中 也是先下一局的 但是后面三局确实丢的有一点快 还是林盐 这个球确实对攻守来讲有点难打 这个球一传有点冲网了 而且垫的有点偏4号位了 马上摇底抢船质量一般 但是第一个一攻的 那么林盐一传顶的还是很好的 就像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现在在一传防守上面 进步还是很大的 张昌宁这个球想发长线 还是发出了底线 其实张昌宁的发球 对于天津女排来讲压力会蛮大的 张昌宁的发球一直是不错 对 发球很好 天津女排会在半决赛当中面对北京女排 两支球队 这个对阵应该是挺有意思 很值得期待 如果朱婷能商议复出 那么天津女排的 我觉得胜算能更大一些 这场比在胡克尔这边的机会不少 因为吴函相对身高吃一点亏 应该是重点的突破口 但是可以看到胡克尔虽然跳得很高 可能进攻的点把握的不是很好 对于黑人运动员来说 可能手上的变化没有那么多 关键胡克尔也是半路出家 原来是练跳高的 真的是跳得很高 这个球有一些可惜 这场比赛在进入到半军赛之前 对天津来说是参考价值非常 这个最早呢说 龚翔宇去国家队的时候练防守 朗岛不是太满意 后来凋零宇去了之后 这个朗岛说你们江苏队这 二号位这边不练防守的吗 这是个运气球 这样天津女排5比3领先 黄承岳也是身高很高 1米95的一位复工 你非凡00后的一位自由人 江苏队进攻连续受阻 其实双方开局可以看到 都是在发球上做了一些文章的 那么现在就算是在世界比赛中 还是谁发球 发的质量更高 那么场上就能采取更好的主动 我快要这个发球下网 这样6比4 他也是连发了三个 而且呢一传一不到位 其实对于二传的要求就很高了 二传给出来的球 这个攻守到底能不能打 你像张三宁刚刚这个球 确实不好打 有点掉头了 那么由于朱婷现在不打 其实胡克尔的球量也不少 对但是同样是一传都是不到位 可以看出就是质量稍微高一点的 那么对于二传来讲更容易一些 一传稍微高一点 速度缓一些 二传能更好的组织一些有效的进攻 因为前排李亚南是两点弓 他要打背飞 所以说如果他要打晃三的话 更利益才会出货 江苏女排这边呢 龚翔宇的发球轮 这样意味着前排是两点弓 这一轮无寒的前排两点弓 是江苏女排比较难受的一个轮次 漂亮好球 李亚南 表迪给到李亚南 这些女排的复工人才还是很多 连续的从这个王宁张晓婷 包括后来的王嘉敏 然后现在的王源源李亚南 都是一批一批非常年轻的复工 这个就是我们赛城说到的两个左手的主攻 对 左手的主攻对于进攻线路上面的变化 正常的拦网来说就很难去判断 就很难去练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教练或者陪打教练中 左手的也很少 那么左手一般就是韩国以前有几个接应式左手 包括老一辈的古巴的有一个左手的 左手 开局天津队的发球给江苏队带来很大的压力 遗传质量不高 那么直接影响到进攻的质量 而且我们说了这一轮确实对于江苏女排来说比较难受的 龚翔宇和张川宁都在后排 而且两个人都有遗传的任务 前排两点攻 而且吴涵这个个人能力稍差了一件 吴涵确实受制于他的身高 然后有时候呢 蔡兵教练会换上这个许璐瑶来打一下 这个球一传又是没到位 这球只能打个过度 连续的余英伟丝毫被反击打死 这样分差来到了5分 特点呢 其实余天伟的4号位进攻来说 他不仅下手非常快 而且他现在视野非常开阔 是的 整个进攻的节奏包括最后手腕的变化 都是非常优秀的 还是李亚南的发球轮 他的发球呢连续都是找龚翔宇 这球传的太扎网了 姚迪和这个凋零宇似乎都有这个情况 就是在大跑动当中的传球稳定性没有那么高 对这个球 其实难度不是特别大啊 出手的节奏可能掌握得不是很好 这样呢江苏队过了这一轮 吴涵来发球 张长年转到前排 天津女排两个自由人 孟子权是负责接一船的 刘丽文呢主要打防守的这个轮次 林云这个一船同样接的很到位 质量很高 那么在二船平拉到4号位的时候 左手接应 不是 左手主攻可能转直线稍微 其实左手拐直线稍微有点别扭了 拐大了 那么接外了 如果端来往白好的话 这个拐直线确实难度很大 嗯 10比7 这个球先吹了 但是防得也不错 嗯 8比10 天津队赶紧叫了暂停 连锥了3分之后 天津女排这边也叫暂停 看暂停王岛的口刑啊 就是那球别慌啊 估计就是那么在球高的情况下 姚迪对于球下落的时间把握的不是很好 姚迪呢其实13周期啊就最早是2013年就进入到了中国女排 现在比分来到了8比10 但是今年在中国女排的比赛中可以看到姚迪提高还是挺能限的 而二传确实是他的成熟期会比较长一点 对他需要大量的比赛去累积啊 然后那么大量的去传球才能手上有功夫啊 分配球更清楚手感更好 再给同样的点 哎 这个球两个人抢了 这个球好可惜 两人抢到了空一个点 是1比8 光达也是赶紧跟吴晗再沟通一下 确实能看到姚迪女排 尤其是这两个国手啊 还是非常的想要这个比赛 这个防守的位置啊 有一点感觉站在一条线上啊 我们通常说的6号位的防守和两边的边防守 就15号位要有一点前后的这个错位 那么大家站在同一条线上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刚才的那种状况啊 两人之间呢球就会让 如果一前一后的话就很自然的 前面呢归把边的 后面呢归6号位 就很容易取分了 张庄宁收进来保护 彩线 张苏队这一轮呢 1号位的后攻是让吴晗来打 这球还是非常明显的彩线 这样天津女排这一轮过去 这一轮是比较难受的 那么现在是于英伟来发球 这个球呢 前排篮往实在太高了 李盈盈 王源源和胡靠 这一轮也是天津的强轮 嗯 发球要控制好节奏 哎 这个球工晓宇也是 有点犹豫啊 想处理的 嗯 这个球也应该是有点缩啊 要不然不会处理成这个效果 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也是没配好啊 其实复工也就是蹭了一下球 一轮半岛位 江苏队今天的一传 其实保证的一发不太好 天津队的发球 发的质量还是很高 15比10 分差又回到了5分 篮网的球员下来 同样自己知道啊 自己跳早了 但是对于年轻的球员来讲 在场上明明知道是这个问题 想要控制好 找好节奏也是有难度的 嗯 这个球打得很漂亮 龚晓宇 其实这几年在 包括鬼带队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龚晓宇也都在提速 对 对 对 可以看到 1米9的身高 应该不算高了啊 在这一批的国家历台中 那么特别是在世界中 你的高度也不能说是高的 只能说一般身高的边弓 你必须首先是要进攻的速度啊 球的弧度要降低 其次就是要全面 才能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小雨来讲 李奥运会还不参与遗传 嗯 现在慢慢的在这近几年中 也自己也进入到遗传体系当中了 是 还开玩笑自己靠这个遗传活着 哈哈哈 哇好球 我这个小线切得真漂亮 就是对于左手主攻来讲 球拉开了 那么他打小一线 其实是顺打的 是很顺的 而且他的过往点很稀 这个球就感觉把双人篮网 完全错了一个身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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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其实江苏女排的 拦网不差的 是这个 龚小雨和副公在 这边拦网 但是林莹进攻效率还是非常好 十七比十二 江苏女排在叫暂停 人物量打打 手 往前往手 别急 等他要扣的时候 再给手 你那个辣那个老外的手 他的后功更要撑一下 先全部的破坏性往上都破坏 就没多效果 再慢一点 防守这个区域你要防打 没有防守 手指动一定是你防打 好吧 把防守闻到再更好一点 加油 加油 其实蔡导说的还是很细的 包括这个篮网给手 包括防守的区域 现在也明显感觉到 他对于天宁队的 两个主工和三个编工的拦网 没有有效的拦网 那么沾手基本上都是破坏 对 说明还是心态压不住 蔡导也是太着急了 而且遗传本身质量不高 那么防守的失误有点挺多了 所以现在遗传确实是个生命线 你这遗传稳不住之后 联合反应太多了 湖克尔的发球轮在第一局当中 是天津队赚分的轮次 这遗传也同样有点冲网 今天江苏队的遗传确实不太好 还是张庞宁后攻打死 江苏队换人 11号下 1号上 这个是换人发球 杨文锦1米82的身高 报名位置是主攻 打得真漂亮 江苏队赚分的轮 左手的球员打主攻位置 确实他在那个球点 他可以很拉开的球 那么回打到球这边上 而且我觉得江苏女排这边 不仅是拦网没适应 防守也没适应 而且我觉得现在对玉玲来讲 刀位球他的弧度也适当的降低了 以前我觉得弧度还是蛮高的 这个其实也是对运动员 整体要求很高 你的上部节奏啊 挥避的速度之类的 都得有跟上 就要求你不断的去有改变 要不然就是让对手习惯了 你一个套路就很好 很容易去适应 是 这个球攻向于卡位卡到 拦网还是拦出了界 这轮呢确实也是 两点攻 周星逸是在 这个是在前排的副攻 另外呢是吴晗在前排 好不容易一踢船到位 又差点没配上了 二传出手的节奏和攻守上部 完全没有对上 这几个背后球给的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高球等的节奏还是很漂亮的 挺好的 既然有点伤亡 但是他的起跳节奏没有着急 整个场上感觉 那么天堆打得公私信一点 江湖队还是 整个更流畅啊 天堅队这边 江湖队太急了 这个球还是着急了 首先这个防守位置取正了 这些球稍微有一点上网 我们二传和副攻之间一个犹豫 都没有二次反应 这个后攻呢 也是给的非常的开往 这样分差来到了八分 我刚刚想说第一局没打过短球 我刚刚想说第一局没打过短球 第一个短球就 但是第一传很不稳定啊 短球的节奏也不是很好 三传女排还是受制于一传 整个的体系都是出现了问题的 这一传还是半导位打短球啊 等于明点攻 这个就完全靠攻守了 完全靠攻守的对人能力 江湖队壹壬人 王晨月转到前排 24比16天津女排还是局点 八球失误 这样天津女排25比16 拿下了第一局 看到张创宁也是在 跟队友在试沟通一下 还是第二局当中 需要做不少的调整 第二局天津女排这边先发球 上来就是发球直接得分 其实于英伟这样的主攻手 在联赛当中是真的非常实用 我看报名身高也不低 1米88 而且左手的主攻确实是挺有特点 而且他一传防守确实不错 我连续一个得分一个破功 这个还是复工没有准备 复工准备了破功的探头就下去了 这轮呢 这轮湖凯尔面对的是张创宁和王沈月 完全是从头上打下来的 天津队的一船发街这个项目 在目前的比赛中还是明显好于江苏队 长风女排刚刚张汉寅这个球也是发到了自由人手里 第一局呢因为一船的问题 所以江苏队这边战术基本上打不出来了 接应也没有跑过交叉 主攻呢是到局末才打了两个短球 副攻有一个半档位组织了个强突了个短平 没有打到但是脑死了 然后另外就记得第一局只有给了两个被飞 一个成功一个一般 其实战术球是没有的 包括后攻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的组织到后攻 差一点 我们现在副攻的发球真的是 每场比赛换人基本上换人发球都是换副攻 这个球是摁下去的 没关系 先上去起来 停停加油 停停加油 这个球从电视画面上看感觉有一点持球的嫌疑 因为离手的有点慢 对 连续的冲林这个点 遗传虽然不好 但是胡克尔这高点强攻 正好对上了吴寒 胡克尔他主打的时候美国队是汤姆和拉尔森 所以完全不需要做地面工作 对 也不需要做地面工作 吴寒其实真的要好好利用这一轮 在摇底头上去想想办法 遗传不到位 到位了我还能打打平拉开 无论是从力量到高度还是有欠缺 这个轮次也是周星毅把凋零玉给叫回来了 连续给龚小宇这个点 这个应该是吹了盈盈这边出网了 本来呢 试剧杯也是天津女排想借龚小宇跟张帆宁 嗯 后来没有去尘 那么小宇那段时间呢是重感冒 说是天天在流鼻涕 因为国内联系这个时间啊 正好是冬季 那么冬季南方呢 室内还是很冷的 温差太大了 对是 北方向华北这边可能是零下五度左右 再去辽宁那边就更冷了 然后南方向这个恒大的主场在深圳 还有二十度样子 对 哎好发球 第二局开局阶段啊 李英英的遗传受到冲击 这个球也是本场的 第一局我记得有一个发球得分啊 第二局有一个 那么破弓都不多 对于江苏队来讲 本场的第二个发球 是不多见的 嗯 江苏宇白其实 两个国家队的攻守发球都是不错 嗯 这才帮用的 啊 让你抢 说好了这个球 谁来说 就换了 你俩手脚 那你还给我吧 我抢 看到袁灵溪也是 在逛胡桃 今天赖倒在现场 嗯 刚才这个遗传啊 和第一局有一个防守很像 两个人站在同一条线上 发到两人之间的球 就特别容易去抢或者是让 嗯 两个人不同的位置 一定要有前后有错开 还是给胡桃 还是没有形成有效的篮网啊 就破坏了 粘到前排的篮网手 绷到界外 嗯 这一局其实 天津队是转了轮次的 因为他们是从余英伟开始发球的 嗯 嗯 所以看看江苏队 呃 蔡哲导会不会看下一局 转一转轮次 尽量让张川宁去多对一下胡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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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江苏队的比分是稳住了 这个球其实龚昌宇上的是不错的 但是给到张昌宁手里也不太好打 金鸡加油 表达的球球来自9号 德克尔今天成功率还不错 第一局就前三个球没有成功 基本上后面都是1个球 对啊 都是单手破坏很要命的 王崇日这个表情也很懊恼 但是懊恼没用啊 要想办法 哦 好球 这球难度挺大的啊 常常球跟他快调到三里线了 依然反正 金鸡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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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7 江苏队里排第二局当中领先3分 这个就是 后场好不容易防起来 看来力量很大啊 防守既然碰顶了 人民馆应该不是很矮 这个馆的高度是够用的 绘他超级的高度是够用的 太棒了 这个队的距离就是够用的 好球 好球 今天张军队的副攻配合并直 副攻的配合一直不是泰伏 看他们训练这个菜导一直追着凋零零 咱们副攻也感觉是比较弱 篮网和进攻没有优势的项目 这个球有一点乱 这个球我也感觉往上的动作不是很利索 第二局天津女排这边一传也是迎应这个点被重点攻击 这个背后球真的是都偏低 对 我觉得这个球分配的没有问题 但是球的质量可能差了一点 没有看到小玉米最后的出手 觉得应该是痒了没有头 他没法变线了工作 王源源的这个发球 回去还得好好练 这个球一传基本到位了 原因打得很舒服 这个阶段长 Blue 准确定的是mon Green C 一圈一起来 挺挺 加油 挺挺 加油 挺挺 加油 14比10 张苏米海依然领先着4分 挺挺 加油 两个这几个国家队的队友 故乡之间毫不留情面 张苏米和龚小宇的发球 都是非常坚决地找李莹莹 李莹这球扣得也很漂亮 这会儿 复工这边找到一点信心了 跟这球有点偏向了 二几百的时候有点慢 好臭 喔 好臭 鱼鱼鱼鱼 这个球呢 其实也是有点像乱球 在这个三四号位之间 今天复工的发球真的是 我跟俩南的发球应该是还不错的 在发球榜上 所以里排中间三个发球失误 两个是王源源 一个是李亚南 这个球肯定是出界了 但是吴晗是事意打手了 天津队这边叫暂停 第二局的情况其实有点反过来 天津队的遗传有一点不稳定 开局江苏队找脸上找得很准 遗传不太好 而且因其实从不接遗传到现在连赛得接六人 他还讲也是 其实遗传防守提高还是蛮大的 之前只能贴自己那一条六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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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八分十六分是没有技术暂停的 因为这个时间点 王宝泉教练叫暂停应该说还是 时间点卡得挺准的 十七比十二五分的分差 还是张涵琳四号位反击打死 这段张涵琳确实找到感觉了 包括防守也有提高 天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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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节内会挑战的 嗯 菜岛的挑战来得很快 嗯 其实遗传好像 确实大家都是以腰来做考量的 嗯 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呢 因为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啊 接一船的一米八五的都不多 所以就是过肩 过肩 球速比较快 就是节外 那么现在的话 但是接一船最重要的啊 还是重心要稳 在腰附近的球是比较好接的 而且现在很多特别是对于主攻来讲啊 前排主攻都要下车接一船 对 那么你如果是重心不稳的情况下 你很难接完一船再去参与到进攻一排 而且自己的上部节奏也挺值得很好 有一段时间其实非常 好 果然是压倒的 有一段时间其实国际上都在说这个 两个主攻一人六轮的这样一个方式 但是感觉对于主攻来讲压力太大了 这个其实是还是跟队员的个人技术能力有关啊 如果一船能力很强了也没什么 那么以前就是叫我们同期的周树红 虽然是接应大跑动接六轮一船 也不会特别影响它 只不过是接一船再参与到这个战术进攻中 是比较耗费精力的 因为这个球打得很漂亮 对于左手主攻来讲啊 球拉开了起跳圈一下啊 看到之前有空档同样能变 还是和右手有很大的不同呢 篮网也不太好适应 篮网很难去判断 张昌宁这个直线打得很漂亮 第二局跟第一局完全倒了个个 这直线确实露得有点大 嗯 天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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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连续在4号位下球 王晨越这个篮网啊 龚晨越其实把端已经拔好了 但是两个人完全没有并上 嗯 从两人之间啊 打了 江里虽然在连续进攻中 看了一眼对方的篮网取位啊 但是可能就因为这一眼 球没穿好 对 球的落点没有找好啊 转移到2号位 球质量太差了 还是破坏进来了 对 球质量太差了 连续今天特别好的一点是 第二局虽然一传被冲啊 但是进攻没有出太大的问题 对 就是心态很好 嗯 对 追分之后 然后菜岛这边叫暂停了 这同样是 慢动作看啊 蓝网同样是 把边 二号位把边和复工的 结合布崩出去啊 情况下 比如那男女自己的线 你把这线拿好啊 把上去的线拿好啊 你把你这边管的就线 什么东西 你要滑好就滑好 把手放好 别冲下去 啊 太大了 主要在讲连续的问题 你这次你得管好自己的线啊 那可以放 饭庭回来 一传又是出问题 哎 孔了一个 气球也没法打 嗯 这个球同样是有点 有点扎了啊 掉头掉的很快 后排六号位的准备不足啊 其实这个球 掉过来质量也不够了 小宇的掉球 其实还需要再好好努力 我也想问你 这个球完全是处理球啊 不把准备充分量完全能防起来 场边要挑战 天津队其实挑战 挑战内容的对方是我 第一 两队的第一场交锋 有一个球非常有意思 龚翔宇后攻打下去之后 这个天津队马上叫战 马上就要挑战 结果说是朱婷看出来踩现了 嗯 因为对于国内的联赛的教练员来讲 就是挑战用了两年吧 嗯 其实没有那么国家队用的更熟练 应该只有联赛中才有这个应验 所以其实国家队的队员 特别是像朱婷这样的队长 那么其实看的会更全面一些 而且呢 已经是在往橘墨间乱走了 嗯 给了真球 真球不太对啊 这个挑战只有是或不是 好看难道意思是因为挑战的画面没找出来 嗯 两边队长都过来沟通一下 因为这个挑战是在 球在往反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叫了 如果成功的那一面就是成功了 如果不成功你就是丢分了等于对方得分 所以这个挑战应该没有什么征求这么 感觉大家都很懵啊 大家都很诧异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轮次都还得到问一问 因为很长一段暂停 嗯 对 菜岛的意思是也是你没有那个的话应该这一分是我们的 所以呢也是在 那么采判也没有更好的解释啊 那这一分也是比较怪异的 那就重打 那就重打 王口的争夺还是盈盈把这个球摁下来了 过去一贯的 15号下 20号上 王一竹来发球 王一竹其实在 朱婷世界杯 试剧杯受伤之后 得到了一些上场机会 嗯 嗯 顶到了 但是呢 出这个叼致端了 郑佛说控制差了一些啊 这个球胜正的打在了手上 这个球是想找边线的张昌宁 这个球拼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速度很快 边线差一点 张昌宁排这边也是换人发球 都是在换副公款 这球也是判断是要出底线 但是是在戒内的 可以回放中 看这球自然还蛮高的 球在空中有晃动 这样将苏女排拿到局点 那点真的是高 而且它这个早点的力也很强 打哪个点 这个点很刁砖 手长 先天条件又优秀 B站的优势 这样吴晗四号位把这个球打下去 江苏女排25比19扳回一局 两队打成1比1 以25比19获胜 江苏女排呢还是二传手凋零雨 发球开轮 防反过来 龚湘雨二号位打死 好像这遗传像会传染一样 这个遗传的是自由人 孟子玄把球直接接飞了 孟子玄把球给张苍宁打 孟子玄把球给张苍宁打 张苍宁分手 而且像张苍宁这样打过杀牌的 他其实对球的摄影能力很强 对 而且个人技术很全面 包括他的进攻的视野 杀牌的很多的时候 都是要看 对方后排防守的跑动的位置 然后进攻的视野应该是很开阔的 好防守 还是得调给张苍宁打 两个国家队的边攻守 左右两边连续的攻击 这一轮对江苏女来说应该是强轮 现在得想办法 冰派的渡轮 第三局开场 江苍宁排3比0领先 天津队 胡赫尔这段时间进攻 受阻的情况比较严重 还是靠营下分 小路线很切 女人的小路线现在很刁钻 侧位这个球 我看到张苍宁的侧位很快 但是侧位有点大了 而且左手的球员是从外往里 就是场外往场内扫 扫过去的 你要多让出来一个身位 才能更好地防起来那个球 尝尝您吊球 吊得很漂亮 吊了一个死角 这球的篮网队员来不及转身 后排二传实在是差不上来了 胡克尔应该没有 这种转身接小球的这种技术能力 领一下环一个吊球 但是手上还是 赶了那种技术 叫暂停了天津女排 第三局的开场也不是太顺畅 一传被冲得很凶 而且进攻的胡克尔这个点受阻挺严重 感觉江苏女排在一传找回来之后 防守质量也上了 对 篮网也有效 冲起了 冲起了多哥 还是第一局江苏队打得太急了 一定要赢啊 所以非常着急 这个两边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都准备保护他 加油加油没问题啊 好几个 压一道 trước 第三局开局呢 江苏女排利用自己前排的强轮 效果还是不错的 5比1张长宁的发球 这个球篮网瞬间 被一团到位的身材 很厉害的 背快养护 脚到1到2号 基本上是一个空网 看林的反击 我们现在确实复工的串联 会跟编工相比要稍差一些 太多了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关注的 效果链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 确实是 还是 我觉得还是个人重不重视这个问题 就像发球 其实我们也有发的挺好的 因为念发球就不错 是 其实都有这个能力 就看你共重这个项目 在练这个项目的时候 有没有认真 金金加油 金金加油 空小学这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要打手出界 因为这球他也没法打了 太近网了这个球 发球呢还是江苏女排 持续的在着领 这球王晨越是发出界了 三分的分差 稳住了之后战术也能打出来了 大家请全场一场天机队 天机队换人 十六号下 两点换三点 把杨毅和陈兴同换上来 我们是下一个球团来的 我们之间里来加油办法的声音黄奔 全球一球 天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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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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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机队 这段时间的进攻效果没有那么好 那么杨毅上来了加强了一串防守 好一个双对费 这个技术真的在张磊渐渐的淡出之后 感觉快失床了 杨毅能跑动 但是进攻能力还是有现在加上肩有伤 一串防守还是不错的 真的是一串 这个球对于韵伟要求太高了 我们还进入了 全球一球 天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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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一个熏气球 这球呢其实 其实王于月圆不该伸这个手 我们前排有鼓功 都太贵了 腿没撑住 你重心现在向下降 你接着一传 一定效果不会很好 洋溢上场了 也是给李盈盈这个一传这款 解放一下 解放了一下 看看新衣队能不能有所好战 还是我们说的双方心态 差的比较多 江苏女盘是非要赢这场比赛 另外一场比赛当中 辽宁女排和广东女排 目前是1比1打平 杨一打这个定点攻确实是吃力 但为什么王妍妍没有什么定攻球量呢 二三局确实负用球很少 而且这个反击球高位了 这个对着张超年确实是打不过去 这个球给的不太合理 张超年确实比较高的 而且本身我们这几个国手的 霸边篮网真的很不错 还是离后宫打死 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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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还是赢一个后攻 力量大 难忘了跳得有点少 手末就这么开了 两人之间打 扛过来盘了好几下 2-0换分点还是有效果的 这会儿天津女排连续在追分 放场面直线球 没关系 全球一伤 天津队 天津队5万人 7号下16号上 26换三点再换回来 前程的球技能 天津女排其实今天复攻也有一点隐身 对 其实正常的话 成功率 进攻的成功率排行榜上面 其实应该有复攻的身影 毕竟复攻只打到卫球 边攻好多难度球 所以可能现在这边一伤心的配球 复攻的实际上还是有一点问题 话音未落 到底给王渊渊喂了一波 这个球也是有点别扭的 看到挫着打的 你现在复攻这种球很多是因为二伤想要追求速度吗 球给的可能偏低 对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复攻基本上身高都是很高的 我特别是在国家队上榜了这几年 这边贴到三几天以内啊 贴的真好看 林音的进攻确实是天赋 天赋真的好 其实之前林音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发球才是很低 发球也是常见 今天的发球 不像在国家队表现蛮好 江苏队其实正常情况 他们的遗传应该不差 我们现在不敢说了 说什么来什么 我发挥的都果然 因为正常你 张超宁跟龚长宇参与接遗传 倪非凡也是进过国家队的自由人 分差被追到只剩两分了 江苏队拍叫暂停 赛倒只有一个目标啊赶紧过轮 赛倒讲得很细啊 可以看到家后宫的球员有篮网怎么打 没有篮网怎么打 然后接遗传的人要收挺一点 对象技术可能都想到 一船这个不能过早松啊 就是你得把技术动作做完整 还是给张超宁 所以一轮呢 其实是龚小宇在六号位主接一船 前排是两点多 过了之后呢 是刁铃宇的发球轮 将从女排转回三点攻 好球我还是盈盈 盈盈的进攻也是给他定 起来有一点头 然后不要太近了 中间了他都不太差 那种头他比较喜欢打 这个球追身了发得很漂亮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复工的发球主要还是不稳定 有时候能发得很好 对 对 对 这个球真的追身追得很漂亮 对 我还应该觉得在脚步自刀的情况下果断的侧身啊 这个球如果保证在正面就很难受 始终这球追着你 嗯 到位给龚小瑜打了一个三号位 轻轻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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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你出道的时候 16年那个瑞士赛 我以后就会把它喂的是真舒服 嗯 前排后排都有 这就是二船的重要性啊 一个狼二船能盘活场上那么年轻的五个弓手 但是五个老弓手带年轻的二船就这样吃力了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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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浮河把球打死之后 天津队这会儿咬住分叉了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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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二 三 二 现在天津队至少一弓稳住了 嗯 要想反超比分还得看发球 然后发球有没有效果 发球成功了 同样两个追踪 七 二 二 三 二 也能看到今天那明显的像花后期球 嗯 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像14平 上�空面盐椅这一球轻打 就是 只要球给他立起来球球 不要太上网了 嗯 对 嗯 好 一个暂停止不住 过一个时光 黄泽板已经松掉了吗 黄泽板你还要转 还要起转 要不然就让开 这样吧 二船在这边 我一直往一边 还有一点 这个正好 二船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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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菜岛的意思呢 你这个最难的轮次已经过去了 但是没有抓到 看场有机会给四毫了 因为这个摇屏在菜岛 总二船在这边 传球稍微进往一点 然后就能照顾一下二船 这个就看执行力了 嗯 来 哦 这个球是出界了 姜思队要挑战 其实这个球甩出来 还是蓝网给甩成了一对一 姜思队也有其中挑战 挑战内容的 求助对方蓝网队员 求助对方蓝网队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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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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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点是值得江苏女孩学习的 他们今年游几场比赛 出现的问题就输得太快了 根本都没有给自己调整的时间 现在有了挑战这个美场的人力投入更大了 而且破坏了排球就是这个连贯性啊 每一局的两次挑战 每一方有两次而且要挑战这一局过程很慢 所以现在也是把8分和16分的这个技术暂停给取消了 不然就一直切得更碎 不然就一直切得更碎 排球比赛的时长整分就大了 完全加了半个球 比分还是16比15 这样呢是天津女孩领先 很高级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球也是跑动的过程当中 球根本没立住 所以张上云只能追着球打 这样天天女排把分叉拉开到三分 没保证好投点 还要管线 硬掰的球 人都快飞出去了 这大脚发到的 应该是在脚里 这段天天女排的发球拼出来了 而且就像杨浩刚刚提到的这个 李莹莹的发球 前两局应该李莹莹没有延续发过这么多队 这球应该是我压到的 对 应该是减的 因为排球很大 现在的挑战规则是你挂边也是算的 这样的球基本上大概率是能压到的 但蔡导肯定要叫这个挑战 基本上也把挑战当暂停用 因为两次暂停已经用没了 前两局双方的发接环节表现 就是双抽 第一局我发挥的好 那么你比较差一点 第二局就相反 第三局一天 对 应该看来发球 又略好一场主 听出来了 果然压到了5分之1 这个换球一定要控制 然后就在涨分 涨气势的时候 4分的分叉 江苏队今年真的第二阶段 完全靠辽宁队在帮忙 辽宁队拼了恒大一场2比3 保留了江苏女排在最后一轮的 这个出现希望 但现在看自己能不能抓住 这几贵球 这 你可以玩的上球上的质量 可是不咋地 最后还是龚翔宇 还好是三板攻 三板主动的时候 都最后下了 要不然这第二板的 这几贵球的上球是请要命的 这两场比赛 这两场比赛 我觉得晓宇和这个 江苏宁都有一点像在打国际比赛 其实真的是在拼命调动自己 这是一个大火球 上我了 太可惜了 为什么这次会了 张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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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周星逸是吃到力的 看一下盈盈这边应该 赶紧过来打个招是不是 这个是真的打在脸上的 盈盈真的性格很好 盈盈这球也是通底线接的不太好 这个球没配上 所以盈盈只能推一个后场 差点推到 盈盈这一团中现在没有准备的特别充分的后边 这个球是很明显的出界 这段盈这边确实压力很大 看天津女排要不要叫一个暂停 刚刚被球打到之后 吴涵的发球也是连续在找他 20比19将天津女排把分差缩小到只剩1分 聪明 连续两板被拦回之后 余英伟4号位 他就准备打得很巧的那种猪猪手 这上部稍微等了一下下 张 Monday天津女排完 再把王淳源放回来 然后用荣万千百来替周星逸发球 荣万千百呢打二传 1米84的身高 1997年出生 22岁 他其实也是球迷一直很期待的一个年轻二传 但是他跟刁铃宇其实只差三岁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机会不是很多 这个球传的张大宁只能硬塞了 传的有点轻弱 这样教组女排扳平比分21比21 第三局打的还是很精彩的 开局将对舞台领先 终局天津追平比分 然后一度也是领先到4分 这个处理还是从两人之间塞下去的 塞到了写线 这样的李盈盈到前排了 好发球 这女团两个主宫的发球都不错 和胡贵的发球也挺好的 常常连这段进攻还是非常稳定的 常常连这段进攻还是非常稳定的 球迷投了 两个三次的天津队加油 天津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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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没趋上力 还是又进了 天津队加油 可惜可惜 江湖队这一局很多机会球有点可惜 24.22 天津女盘达到局点 换王毅竹来发球 先来看王毅竹的发球 这个准备时间有点太长了 球迷们的加油节奏没有控制好 这个球正平扣的还是很漂亮的 这样25比23天津女排再拿下第三局 2比1领先 球上打着来的这个球应该是 还是两人之间 王毅竹跟东方宇这一轮篮网 感觉这个总是并不太好 对 两人之间总是并不齐 另外一组就是上海在等待他的对手 我们回到现场来看双方的第4局比赛 开局那么天津队的发球 就是质量不错 张超宁这个球调整球进攻 有点急拐的有点大 因为进入到八强的球队 其实他们第一阶段的胜负战绩是带入到第二阶段的 所以江苏女排好在呢他第一阶段是两场对辽宁的比赛都是拿满分的 但第二阶段确实很大的表现很不错 这个篮网之后也没有出界了 双方有很大的争议 天津队女排叫了挑战 天津队提出挑战 挑战内容为球落对方界内 盐盐蓝的小宇 看一下这个球的情况 情况 抽一个回 outta Saint 看一下 而leist 哎 丑视落在了界外了 确实是非常接近了 场上不同分一比一 但是有挑战也有好处 这个球也没有太大的针 不然感觉两边要吵半天 财犯压力很大 这样1比1第四局 张创津的发球 直线找李盈盈 然后还想压底线 连续的回合当中 张创津的这边又是 二位的防守 确实是有点薄弱 因为龚昌宇在准备撤位要进攻 然后因为连续两把都是给人家打的 再要让他收回来防守去实施 张创津这个球切得很漂亮 很大也很有意思 这个面对江苏女排的时候 感觉是一个冠军级别的球队 但是一打辽宇总感觉不顺 现在第四局也是大笔分落后 两边是乱战 最后还是龚昌宇把这个球打下去 龚昌宇把这个打摇敌 两个人其实平常关系非常好 在国家队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室友 穷是因为是队友 相互之间比较熟悉 太熟悉了 个人特点啊什么的 再打一个 第四局的开局明显 给龚昌宇的球多了很多 太熟悉了 不太熟悉了 连续两个球给盈盈的球都不是二传传的 所以盈盈打得很不舒服 江苏女排这边两个边弓 前排的两个边弓都已经趴在地上了 还好张双盈 这个球是个被动的处理球 天津的防守整个就是很充分 这个在天津队身上不太多件 对 今天真的是国家队最有之间的 网络传统用语是互撕 这个球盈盈又是找着龚小宇的手 跳得有点早 慢点跳的话 这球能弄出来不至于磨手出去 上网了 哦 厉害 真高 连续的进攻动作还是很漂亮 这个球上网了 海点还有狗口腕的动作 带手腕的动作 能完成梳掌开 对 还有手腕最后有一下 对于大个球员不容易 这进攻能有这么细节的 这么细小环节的变化也不容易 哦 好球 无关系 全球一起来 天津加油 这个球呢也是配上了 吴涵能借一点速度 天津加油 冰局的开局 比分紧咬 好球哦 直线这边龚翔宇守这个短线 张盘静守长线 那还是李莹这球打得真票了 全球打得真票 李莹勇赢 好球啊 李莹勇赢 好球啊 杨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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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余英伟没有办法 这一轮呢 吴涵没有去找 发球没有找李英 找的是前排主攻 这个球确实左手的主攻也没法处理 球短 然后球比较内收的情况下 左手主攻是比较能够处理 吴涵这两个发球质量都不错 这个球机会太好了 这枚冷静出网了 交易很有意思 我们每个弹琴都拿一个冰袋敷在头上 但这个球还是上头啊 对于二船来讲 更多的是要冷静的去分机场上 本方每个弓手和对方的篮网呢 才能去更好的更合理的去分配这个球 还是需要重来冷静 张康宁处理得很漂亮 我感觉可能江苏队也知道那边辽宁跟恒大的一个情况 应该不会首先他们自己得取胜才能等待 你至少得拿两局啊 至少得拿分啊 这段时间云尾这边进攻被压得很厉害啊 二号位的篮网 虽然这会儿是凋零雨在前排啊 但是鱼英伟这边四号位还是过不去 还是都多半以斜线为主 斜线这个球切得不算斜 中间复攻并篮网并过来的 这个球吹了界外 看看要不要挑战 鱼英是很有信心他觉得是界内球 厂下的助理教练是不是界外 我感觉看着有点像界内的吧 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 辽宁女排已经3比1战胜了广东女排 所以江苏女排只需要拿到分 天津婆海银行牌 请求第一次暂停 这样场边天津女排叫暂停 这样场边天津女排叫暂停 好 这样子往前打 好 这样子往前打 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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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复工蓝网转身的衔接还是挺快 嗯 还是给复工 差一点自己失误 再看天津这边 云伟这段被拦得很厉害 换胡克尔 这样江苏女排 把分差扩大到6分 这一轮是天津队的弱轮 江苏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 应该换2点换3点吧 4号下20号上 换主攻 用王一竹替下了云伟 周星亦的发球 这个球 好 现在的球队朋友们 天井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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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现在的形势呢 江苏一定要拿分 也就是说他至少要把这局给拿下来 他就能进四强 六分的优势 张庄宁好球 第四局啊 江苏还好是两个兵工手打开了 开机工程银的进攻就很顺 江苏这一局还是抓天井队若伦抓的比较好 连续长分 连续卡了大概四到五分 还是给龚昌宇 这一局确实两个国手有发挥 而且龚昌宇这边蓝王也不错 这样天井叫暂停 分差这一局的分差有点大 总理会在地中 一部失灵 五分三二一 高中见成局人你们的薪衣 何巴 全场一传 三二一 张玲昌宇的背传 长安好多哑 有一点表情 我们因为现在好像主攻打得多 二传对二号位的球确实不像传四号位这么顺 对 而且现在像连赛大部分的接应位置都是小的外圆 外圆都不喜欢打 有速度的都是有进攻 把球撩高就好了 对 二传比较少的拳 像小宇现在那么在二号位平望攻还是要加速度降低弧度的 对于二传这个传球动作 背传就有明显的不一样 二传一着急 过痒了 这个球没有投就很难变线 王一竹 这会儿确实天津女排进攻有一些受阻 我看看要不要把盈盈的后攻给加上 忠于是二号位把球打下去 17比9 8分的分差 几乎已经摆在江苏队面前了 不管是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 还是现在第四局的情况 小玉局应该换上场发球 轮到他发球已经联系三个失误了 看一下场面这边还是要换人 还是要余英伟把王毅竹给剃下来 因为闻到后盘呢 余英伟还是一传防守更稳定一些 我还挺好奇 这个球风真的有相克 算是打恒大就很吃力 但是辽宁连续两场跟恒大 确实感觉上辽宁能克得住 那么宁连续外援应该跟他快 辽宁队虽然也有外援 妈妈多发是主攻 其实可以从则芬或者其他的 那么宁连续看到其实两个副攻 对 还是起到很大作用 冰霞调动副攻确实要更好一些 对23号位的战术的组织 是什么更灵活一些 550也被拦 这一轮龚小羽的端篮网 20比9分差来到11分 加油 加油 推进队 这球节奏还是对上 正好是篮完网之后 篮网球都落地了篮网人才落地 经常就是如果跳得早的话 图块也是被拦在 给到林这边 哎呦 吴寒好不容易 但是第二点没有人接应了 对 好 是 啊 嗯 哦 嗯 啊 啊 啊 位来尔门发球又是出了顶限 21比10 前场又起来 这样呢 江苏其实进入到四场的机会很大 他们如果进入四强会面对的是上海 其实上海跟很大的配置会比较像 也是边攻双外援的一个配置 但是应该不是上海队的接应 要回去打比赛 应该能缺两场 出货 所以确实四强的情况还要再看一看 那么这一轮打完本周六是没有比赛的 第三阶段的比赛会从12月24号周二开始打 然后是28号周六有一场 以及31号周二有一场 因为四场的比赛是打三场两胜 而这个冠冠军的比赛会打五场三胜 探头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什么情况 贝菲和福尔二号位的后攻 这两个位置重叠了 这段天津也是有一点乱 这局从云伟四号位受阻开始 整个的情况不太理想 是 场上很乱 自身失误也增多 看裁判判出界 叫挑战 觉得是打手 这个慢动作看得很明显 那很有意思 盈盈在说打手 王院没有做任何表示 就是进攻的人可能觉得节奏上面有不太好 打得不够自信 正常的话应该是进攻人特别清楚这个球我打到那 对 球处篮网队员 就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这个球刁铃鱼还是处理得不错的 这个球刁铃鱼还是处理得不错的 应该还好 队友也都是吓了一大跳 我也知道要是换个二船 两个二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天津队还好 江苏队的两个二船差距还好 主要这个荣岸千百 几乎没怎么打过连赛 这摇迪的蓝网应该还可以吧 在国家队反正上场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 漏洞这么大 可是在这一场球中可以让江苏队追着打 这边也是因为姚迪和自由人撞到了一块 所以呢 24比13 江苏女排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并且距离她们晋级四桥 也只剩下这最后一个球了 追回一分 其他的比赛当中呢 北京3比0战胜了上海 山东3比1战胜了八一 哎 倒抽 前面是四孔 余晋纬 全场一起玩 余晋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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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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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给张昌宁啊 这样的话 江苏女排25比15拿下了第四局 本场比赛第二次把大比分给扳平 5比15 好笑 北京女排将会以小组第一出现 而上海女排呢 会是小组第二出现 这样上海会去对上天津 上来江苏宁第一个球 江苏会去对上北京 江苏会去对上北京 下巴 赛 看到 外交 下巴 外交 来 再给龚上雨 不要打 人野 好 是 没关系 全场一团 推荐队 我们要再确认一下上海和北京的分 因为两队最后一场的情况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还是先给胡克尔 这个球点很高 逃跑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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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合唱 合唱 和声 合唱 合唱 第五局也是2比2打平 这个球 直线球还是打出了界 整体第五局开局两队的一攻还是比较稳定的 虽然偶有失误 但整体上一攻还是相对稳定 我们确认了一下E组的情况 应该还是上海女排小组第一出现的 我觉得对江苏女排来讲能进4强已经是 很幸运了 对 射击挑对手 江苏女排能进4强 非常感谢天津和辽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天津第一阶段是两战完胜广东恒大 5比3 场边江苏女排叫暂停 请求第一次暂停 主要是北京女排上一场0比3输给山东台是有一点挺意外的 嗯 我们没有看到最后一场的情况 确定上海女排有没有大规模的轮换 打球打球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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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整体上江苏女排这几年的联赛成绩还是非常稳定的 嗯 嗯 嗯 那么也始终是坚持使用自己的球员啊 不请外来 我觉得全运会应该是有个上加的表现 是 17年全运会他们优势还是蛮明显的 5块的发球 打球 比赢这球打得很漂亮 比赢这球打得很漂亮 因为对于比赢有点的进攻来讲啊 这么高的个子小比赢就是彩球 找球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个球有点进网的有点集中了 排到了 这个球蛮可惜的 胡范是预计到了 冲得很快啊 上挡一看漏掉了 反应还挺快的 这样6比4 还是天津有一个防反的优势 林林第5局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林林的小一线还是挺难防的 他有的球切在了3米半的地方 有的球又能切在3米线以内 对于前排的攻击射位置还是挺难找的 武晗 这几分到位了就是拉到4号位打姚迪 因为吴晗身高不高 可能他在打二传上还是很有心得的 姚迪应该比吴晗身高还要高 吴晗报名1米80 对 吴晗弹跳还不错 是 不至于这个二传 被打得这么惨 对 让人骑在头上打 还是天津队的机会 这个球的节奏也不是太好 给小宇打后攻 哎 压不住 后仰了 后仰了 把球让他太后面了 这个球都要干什么 这个球确实不好打 不好处理 对 小宇确实适应球的能力还要加强 这样的8比5天津女排领先召唤场地 就不太重 那么接下来 我看前面 吗 我看前面 还在有很方法 这个球都可以在这里 我看前面 我看前面 小宇队 有很方法 有很方法 看张庄宁 还有机会 这个球确实连续的乱战当中 江苏宁凡没有组织起太有效的反击 最后是张庄宁在4号位能够 还是靠自身的能力而把这个球给打下去 这样周星义的发球 余韵伟到比赛的后半段确实受阻还是蛮严重的 球稍微二传传的不太合适 进攻就没有什么办法 可能江苏的复工也开始找到一点感觉了 拦左手的主攻到底怎么拦 这个球要打小一些应该打得再斜一点 正好在复工手底下 7比8 小冬手 小冬手 护法尔也借张庄宁的手打手出箭 小冬手 小冬手 大冬手 一等 好防守 看盈盈的反击 裁判盼了出界 天津队这边要挑战 感觉运行轨迹 球的运行轨迹像是界内 天津队提示挑战 挑战一种球落对方界内 阎盈盈的成长速度真的还是挺快的 他这个一传跟防守练出来 进攻没有受太大影响 进攻还是很好 对 关键还是心态比较好的 即使一传接得不是很好 也没有影响进攻 这是难难的 其实进攻我觉得它还挺多手段的 进攻拦网还是有运势的 关键还是一传防守 那么要在国家队打上主力位置的主攻一传还是比进攻其实更重要一些 王之道也是把王渊源叫过来再单独叮嘱几句 今天王渊源应该没有 难往没有太多的剑术 进攻今天天津两个副狗打的也不多 其实 果然了半个球压在线上 芦苓丽叮嘱几句 我们都替的球感还是很好 这个 它是木台在公开什么呢 开导应该说那么大的街外球 但是我感觉 从电视画面上来 把面形轨迹向视线 因为现在还是只要你挂到就算戒内 从挑战来说 那是肯定的 但是国内的联赛 因为这个不是不像是蓝网打手 有直接的视频 而是用3D的画面去做的 难免会有些争计 这就是联赛女子 这个能看到 这个能看到 看到也要体育要看线织的话 关键江苏队还是不要受影响 场面交一个半停 对 也都在说不要受影响了 对 一定 教练 作为教练一定需要这样的 其实这一分 其实 不要太计较惨惨了 毕竟是戒内戒外球 那么有可能自己打一个 然后自己的东西 发挥自己的主动 去打一个 去得这一分 是这样的 对 拿完完就好 可以 你看 他要怎么办 你做出发什么 还有这个能力 他要加把把 你做让他摸下来就好 困一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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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自己的站位是占哪日的 还是比较清楚的 现在关键也是有打断了 所以队员容易思路被打断了 还是张晓宁 这个球打摇底也是没留情啊 今天这个辽宁和天津的第一场 听起来也是跟朱婷撒了个交往 还是两分的落后 天津女排的发球 对不起 江苏女排的发球 好球 反击 也有点酸 好球 推得很酸 这个球今天有两个了 他比左手了六行位的人 要很明确的往这边摆位了 出去是第二个 对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打了 对 第六行位的摆位偏慢了 这个球短了 胡筷的左手举得很高 这个球就挺可惜 11比8 3分的领先 云云伟来发球 好球 还是给云云掉了 好球 这球其实有点掉头了 零云下手抢那一下还是挺快的 云云的进攻感觉真的很好 对 进攻真的是 手段又多 手上的感觉 进攻的动作真的 而且他能够去弥补二球 这个球明显有点短 我们作为左手攻手 打这种短球是挺费劲的 好 发球 好 发球 13比8 OK 女排在后半局 建立起了自己的优势 这两支球队确实打得不太稳定 各打了 前面是各打了两局好球 好球 反正这个也正常 确实就跟双方的心态是有关系的 还是小宇 小宇这个球也是自接自扣 其实这一轮对我们的接影一直是很难的 因为接影是在2号位 但是他又要接一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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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话接用都是打 能打单脚都是大草动 反轮是有一点难度的 一传也没接好自己扣 打到手边了 拿到了后排 轻打他们也有点不适应 对手也有点不适应 看这个球都 慢动作这球都没有转 会比有点早 先让天津女排 拿到赛点 还是龚小宇2号位下球 后三局龚小宇的进攻打出来了 江山球换人 11号下 7号下 还是换 庸万千板上来发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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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领音丝毫为下球 这样的话15比10 最终天地女排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主场 继续保持着今年联赛非常好的势头 我们朱婷也来跟袁伟说一下 好的 那么对于两军球队来说也算皆大欢喜吧 拿到了各自想要的分数和胜利 这样也宣告整个今年排查联赛第二阶段 那我之前也是给一个抱抱